大家好,我是Dadei 这个是吸毒的,每次没钱吸毒,就会偷妈妈的钱 他还有一个胆小如鼠的弟弟,每次哥哥欺负他时,都不敢反抗 这天,风和日历,女主角搭上了一艘小游艇,准备回去技术学校上课 这时,我们的男主角,辉哥,终于出场了 辉哥从不远处,看到了女主角,他被他的美貌深深吸引住了 他慢慢的走向女主角,他...还没有啦,他只是想问女主角去哪 因为他刚刚买了马来西亚的国产车,Myvi,可以顺路送女主角一程 看见一个富二代打散自己,女主角也情不自禁的失了 哦哦,不是不是,是打印了 在车上,两人开始聊天,聊着聊着,回哥的手,开始不安分了 他开始慢慢,慢慢伸手去抓女主角的手 女主角没有拒绝他,可能是觉得摸摸手而已,没什么吧 在学校里,女主角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女 在晚上时,闺蜜女告诉他,学校里有人卖淫,而且很好赚 可是会被人指指点点哦 听到这个消息后,女主角心想,如果自己也可以卖淫,转钱多好啊 What the... 隔天,回哥的Myvi停在了学校的不远处 女主角慢慢往车的方向走了过去 然后就对窗口,kiss了起来 扎刀 回哥没有从车上出来,女主角就这样离开了 之后的几天,女主角都会出来看看回哥的车 有没有在外面,可惜都看不到啊,好失望哦 王天不负有心女 这天,回哥终于出现了 这次女主角毫不犹豫就上了他的Myvi 回哥带女主角来到唐人街 然后穿来穿去,来到巷里的一个小屋 哦,原来回哥想要小屋长叫啊 然后就... 他想要了 搞搞搞搞 之后的日子,两人就约会打炮 约会打炮 搞得女主角上课都在打瞌睡 不久后,学校寄了一个Warning给妈妈 投诉女主角时常都不在宿舍睡觉 妈妈责问女主角为什么 可是女主角却只是随便回答 说她和回哥只是朋友的关系 几天后,女主角带着一家人和回哥吃饭 由于是豪华餐厅 大家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开餐时,女主角一家都狼吞午宴的在吃 也是的,穷人家就有穷人一样 就像我呆呆这样 之后,哥哥和回哥起了一些争执 因为哥哥最看不起王总人 虽然回哥很有钱 这时,女主角就抓着弟弟跑去跳舞 哥哥也不甘思若 立刻也抓了一个女人就跳了起来 在一边的妈妈看到他们那么下岁 便开始向回哥道歉 说都是自己家教不好 可是回哥好像并没有什么理会他 他比较在意的是和弟弟跳舞的女主角 因为两人跳到像情侣,多过像姐弟 两人又回到唐人街那间小屋 回哥很生气 他打了女主角一巴掌 然后就开始用他的十万金兵处罚他 处罚完后,女主角问回哥 如果和妓女打一炮是多少钱 其实是妈妈想要五百美金 回哥二话不说 掏出腰包把钱给了女主角 做有钱人,真是爽啊 拿到钱后,妈妈就向学校申请 让女主角到辉哥那里住 一种卖女儿的概念吧 好景不长,这天辉哥的父亲 要他娶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女人 辉哥不想要啊 因为他真的很喜欢女主角 可是辉哥没有拒绝的权利 他将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女主角 弯弯没想到 女主角居然也赞成他去结婚 原因是因为如果辉哥没有钱 他也不会跟他了 辉哥很失望 两人看了一下风景后 女主角就回家了 回到家,家人发现了女主角手上的大戒指 妈妈知道发生什么事,他没说话 而哥哥认为 这一定是女主角用肉体换回来的 他对女主角破口大骂 可是女主角死不承认 两人起了一些争执 而此时,胆小的弟弟 却在一边玩甘情 不久后的一个夏天 妈妈用从辉哥那里得来的钱 加上自己的积蓄 把哥哥送回去了法国 也在同一个晚上 女主角向辉哥道别 因为明天是辉哥的结婚典礼 婚礼是很传统的中华婚礼 是在和尚举行的 在婚礼上 两人在遥远的距离 四目相助 彼此都不是很开心 之后女主角也搭上了邮轮 回去法国 在邮轮上 女主角听到了周杰伦的珊瑚海 她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因为她已经爱上了辉哥 可是海鸟和鱼相爱 只是一场意外呀 不过是最后 女主角成为了一名作家 她将自己 家人和辉哥的经历 写成了一本小说 《情人》 多年后 银银银银银 电话响 银剧奖 你主角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辉哥打来的 他没说什么 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我还是那么爱你 故事结束 看完这故事 我明白 爱原来也要看 天使地利人和的 拜拜